大家好,歡迎收看攝影師,我是Andy 你看我買了這麼多零食,今天做甚麼? 我們打算可以去頻道增加多點元素,介紹的零食 當然不是啦,我們今天想介紹甚麼呢? 咦,厲害啊,這個,是甚麼來的呢? 大家想不想新一年大家都邊邊有力呢? 就介紹你這個,就是岩石星的一支 咦,神邊啊,我們今天就去邊邊它 我們介紹一下鏡頭的外觀給大家知道 以及它的規格是怎樣 這支鏡頭是一支18mm 8光圈的微距 叫做特種微距鏡頭 之前其實已經出過一支,就給全片複用 那支是28mm 13光圈 而這支是設計給APS使用的,就會是18mm 8光圈 光圈大一點點,而它的放大倍率是兩倍的 那你見到,其實它都非常之長 其實它的設計分約是有兩折的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使用的時候,就會將第一節安裝了下去 大那一節那裏 之後就會扭緊它 它會有指示給大家看 扭緊它之後 這樣就可以用得到 它跟平時的微距鏡的設計就很不同 它的鏡頭就會長很多 鏡身上面也會同樣有對焦環 會有光圈環,都是一些無一卡卡的對焦環 而鏡頭的前面很特別 鏡頭前面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些LED 只要我們是根機用USB-C的充電線 插在充電位那裏 其實主要這個作用就是令到它可以有燈 亦都可以加減,光一點、暗一點都可以 至於怎樣用,有什麼用 一人間我們會為大家示範一下 大致上就是這樣 大家其中一件事要留意 鏡身上面寫著會有一個 極限的涉水線 意思就是說 因為很多時候用這個鏡頭 有機會是會放在水裡做拍 可能這個就是一個極限位置 所以大家用的時候就要小心 下來我們會試給大家看 怎樣去運用這支微距鏡 首先除了有鏡頭之外 也有些東西要準備 首先就是要有一個 露軌、腳架、燈光、桌子等 這些是必需要的 一人間我們會示範 我們會拿出不同的零食 會示範給大家看效果 亦都會找回一些普通的微距鏡 來做一個比較 為何普通的微距鏡是做不到這個效果呢 這支的特點是怎樣呢 大家看影片吧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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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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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在拍攝 刺猬仔的眼睛 就是一個最近的對焦距離 很近 已經刺到它 很多時候 有些野外攝影師 可能想拍一些小動物 微距這麼小 它就不需要太近 它都可以拍得到 它最近對焦距離是0.474米 基本上我已經刺到 刺猬仔 去到現在拍攝它的眼睛 就是一個最近的對焦距離 對 捉住它 其實真的很近 近到都 這麼近 剛剛大家看到的拍攝效果 都知道了 普通的微距 還有這些探針式的微距鏡頭 的分別會是怎樣 以往基本上 一支這些微距鏡頭 起碼價錢都要過萬 現在我手上這一支 大概有四千多元 其實已經是平民化很多 而且你會看到 它的拍攝效果 真的是這類鏡頭才能做得到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 一些微距比較特別的話 那沒得選擇 一定是這些 如果你知道的話 我覺得平民化很多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甚至是APS-C 機 這些都絕對沒有問題 那光圈方面 它可以去到八光圈 那其實呢 它的缺點來說 就是 基本上如果你用自然光 除非是室外 要不然就比較難用 那你就要有這個 即是可以用補光燈去補 那你說sharp不sharp 基本上八光圈 都沒什麼去收大光圈的話 收到這麼小 其實都會清晰 都不需要擔心 那唯一有一件事 就是真的不夠光 那還有 它最小可以去到二十八光圈 可以收到非常小 我開到八光圈最大的時候 其實出來 你如果是近拍的話 其實那個景深效果都幾 所以其實 很多時候都未必是可以 開到最大八 可能去到十一或者十四 你想拍一些清晰的東西 還有這支鏡頭都很適合拍一些水中的東西 好像剛才都說 有一條線 很多人會怎樣去拍水的一些效果 可能一些生態攝影師 可能拍一些魚仔 拍一些青蛙仔 他可能在水中慢慢去拍 都可以做到的效果 還有因為 那麼遠距離 就沒有那麼容易會嚇到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動物 或者那些昆蟲 還有它也有燈在前面補光 亦都不怕說 可能一些落到水底的畫面 不夠光 有這個補一補 亦都可以 而那個USB充電位 除了用這個 就是平時我們插插頭去用 你用這個尿袋也都可以 所以是方便攜帶 也可以拆開去 這樣去戴就不用整支戴 你說上山下海都不是問題 所以大家如果想玩這些效果 不妨可以試一下 價錢都相宜了很多 那我的影片就到這裏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 以及訂閱頻道 記得按鈴鐺 便會有時間收到影片通知 亦都要追蹤我 Perry 的IG 和讚好所有相片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志在ου.instagram